大家來臨第三屆香港吐吐節 今天很明明我們又請到 無國界動物醫院的馬啟豪醫生 來到我們議場和我們分享 去分享關於公關的病情 和公關的需要處理的事項 馬醫生在醫治小動物醫院 我們的兔仔方面很穩定 大家都很形成他的 我們與意見的掌聲歡迎馬醫生 好嗎 謝謝 這就是Tanis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主題是關於兔仔 和關於一些很私人的 不為人所知的一些生活點滴 沒錯 我們很八卦很想知道 如果有興趣要知道我的生活點滴 就一直看下去 因為接下來會有以前我讀書的時間 所經歷的事情 大家可以陪我一起去看 OK 現在一開始第一張照片我們見到什麼 其實就是我和另外副醫生 無國界動物已經是另一個註診醫生 那麼很多 剛才Terence問我為何說得來 其實因為副醫生現在就在無國界 繼續註診著 繼續留守去照顧我們今天要應診的動物 所以副醫生在這裡精神上支持我們 我實質地在這裡 另外我們的指板工事也在這裡 OK 那好了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我做事的地方 毛國界動物醫院 你看到我們的Logo 應該不可以 應該不可以 它是太大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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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那 這個 就開始了 剛才說過無國界動物醫院就是我平時住診做事的地方 你會見到我們所看的動物其實就不只是限於兔子 雖然兔子會比較多 我們會醫的動物會醫貓 狗 兔鼠 天竺鼠 龍貓 倉鼠 刺蝟 我可以跟你說我每天住診一天看的動物品種可以超過有十載 不是單單看一兩種動物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個人比較怕悶 所以我喜歡看的動物是多過一種 而你們會留意到其實無國界動物醫院 我們的毛和人類的無國界醫生是不同的 我們是有毛的動物 我們都會很有興趣會去看的 這個是背後無國界動物醫院的精神和原意 很有興趣會去看的 其實這張照片肯定不是剛剛拍的 很重要的 有沒有甚麼訊息給大家 其實這張照片是甚麼時候發生的 第一屆 第一屆沒錯 這是第一屆的時候我出席 萬事博他們邀請的第一屆做導節 那個情況 然後呢 這個 就去到第二屆 我想第三屆就是今天大家一起參與 一起參加的 這幅呢就是其中我以前小時候的生活點滴 那就是很多時候有些主人或者client問到 為甚麼我會這麼喜歡兔仔呢 其實因為我小時候 第一隻羊的小動物其實都是兔仔 然後我才到現在現身為我養 狗仔啦 龜啦 鳥仔啦 倉鼠啦 蜆子啦 蜜皮蟲啦 魚啦 總之很多古形精怪物我都會養 也都有養過 那我那次這隻兔仔呢 就叫做 B仔 那所以很多時候呢 有些主人帶一些小動物進來的時候 會聽到我叫牠們小動物到BB B仔呢其實是我習慣了口 我知道那隻兔仔其實不是叫B仔 可能叫拖肥 可能叫蜜精 可能叫白白啊等等 但是我會順口叫牠做B仔 因為我當了牠是我自己喜歡的小動物 小動物跟小動物一樣 沒有分別嗎 現在老了一點 現在放大了 放大了 OK 好 那我呢其實每天所面對的工作 都是離開新老病死的 那去到老病和死這件事 其實我每天都要陪大家 陪每個主人一起去經歷 不是一件大家想經歷的事情 但是奈何 因為身為主人的我們 我們 我們長受過我們小動物的 那所以我們是 必定會陪我們的動物 走完牠最後的程度 那所以身為主人的 我們大家其實是需要吃得抽身 就是要知道 其實小動物都陪了這段時間 最重要是牠不辛苦 只要牠離開的時候 是離開得不辛苦 其實是一個安慰 那這個都是每個主人 我會常常跟牠們說 要吃得吃壞 這樣 這樣 是的 那我每天工作 剛才我講過 腦病和死 不是一些開心的東西 但是我的工作 不是只是不開心的 我的工作都可以很開心的 例如 這幅圖 那我有一些主人 很有趣的 牠們有時候 那些兔子出生之後 牠養到這麼大 牠帶其中一隻兔子 過來看醫生 牠會帶一群BB 過來探望我 因為牠知道 我很喜歡 那些兔子 在我的桌子上 走來走去 在那玩中醫院 很開心 總之很活潑 這就是我所面對的 除了老命死之外 其實生呢 我每天都見到 一定很開心的事 所以令我keep going 每天繼續去行醫 去醫大家的小動物 阿Terris 知不知道我的興趣 是什麼人 應該拿著把刀 沒錯 我很喜歡做一些手術的 因為 可能小時候 其實家裡的玩具 一些模型 我會拆散 因為我很想了解 裡面的構造 然後再重組 所以現身到現在的我 其實我是比較喜歡做一些 外科的手術 其實我們行醫 分兩項 內科和外科 內科就是用藥物去醫治一些病 外科就是要透過刀 去進行一些視覺 那些為之外科的手術 而外科手術是我的興趣 好 好了 來到第一幅圖 這幅是一幅圖 就是X-ray 大家有沒有 一些 有沒有什麼想法 知不知道這個X-ray 是想表達什麼 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那應該是 那個位置 那個位置 那是脊椎骨的位置 對 有沒有留意到這個脊椎骨 有沒有什麼地方 是正常的地方 都是 那是 還不可以 想想想 你 那是 那是 沿線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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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會有 那是 那是 那會有 一些勞損產生的問題 其實你們會見到 這幅X-ray 我們先把一個 平常的建築 X-ray 有三個人 黑色是空氣 白色是骨 灰色是軟組織 軟組織內臟尾巴 我們的重點是白色的骨 我們用這個做的 這兩折的椎骨 中間位置都很美 很清晰 但是零零細細去到這裏 有沒有見到 有些病變發生了 這個 是不是 骨刺 其實這裏 兩個骨之間 有一些 骨刺 增生出來 其實骨刺這個問題 在年老的兔子很常見 通常我見 五六歲打後的兔子 主要會形容到 他們平常的活動性可能會少了 可能經常捕雞蛋 少了攤腸的身趴在那裏 都可能會有機會 刪了骨刺 這件事 很難避免得到 等於我們人的關節 勞損了的話 它是要增生 我們都會避免得到 但是 有些什麼可以做呢 其實為什麼這件事 我今天第一個個案子 會拿來和大家講 因為今天我應診的時候 幫了超過十隻的兔子 打一個護關節 護骨的針 而那些兔子已經是打齊了那四針的療程 因為一開始 那四針是要頭四個星期去打的 過了這四個星期之後 他們就平均一個月或者兩個月時間回來 今天剛巧我所 早上和下午所見的兔子 全部都是回來打這個護關節 護骨的針 所以這件事挺常見 尤其是天氣冷的時候 因為天氣冷會令到一些小動物的關節痛 所以主人會留意到 我們的小兔子不太動 那帶進來求醫的時候 一照X-ray 其實是很容易察覺的一些病變 一些問題 都幾 common 至於這部X-ray的病變和剛才有少少不同 你們會見到兩個藍色箭咀指示的地方 今次是一個追間盤 隻咀和隻咀之間的一個黑色的線 你會見到前面這兩個 那兩條線的闊度都是會比較闊的 而去到這兩道也都很窄 而且變了一些白色的影 那這個呢 剛才我講過 剛才的X-ray 黑色是一些空氣 或者密到低的物質 但是你會見到這裏 它兩個骨之間 其實是多了一些白色的影 即是說這套仔 它出現了一些追間盤的物質 追間盤突出 是會壓住 擠壓住它們那隻 擠裡面的隻水 那這套仔通常主人形容它們是怎樣呢 後腳無力 大小年失夠 或者看到它的腳走上來 會好像油水蛙式 或者好像疾步 那就是源於呢 它們出現了追間盤的問題 所以這方面都要注意一下 如果覺得自己這套仔的 手腳行動 撇癢不好 那可能真的跟它們做一個X-ray 可以find out背後的病因 是否主要是打枕的 通常要去醫治這些問題 會是透過藥物去舒緩 是的 你說要去進行手術 通常做這些手術 首先第一樣條件 要找神經專科醫生 是的 還有來講 因為兔仔本身的體重 都是只有1kg 3kg 都是比較小的 去進行這些手術 不是很風險 還有可能做完之後 所得出來的成效 是可能低於打針藥 所以大部份的Cases 都會利用針藥去控制病症 謝謝